哈喽 姐今天要来开箱 这次去日本买了哪一些精品的包包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 那这一次去日本呢 会买这么多的SELINE的东西啊 就是因为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有些问过说 有没有这些商品 但是在台湾刚好就是没有进 去日本的时候啊 发现他们的货非常的齐全 那义士丹的话呢 他的东西可能没有没有到那么多 但是我就先买到了一样 在台湾也算是蛮热门的一款眼镜墨镜 台湾应该有货 那只是说在日本买的话 现在来讲可能大概是八折左右 这个墨镜有附这个袋子 然后还有这样子的背身 你就会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物超所值 然后上面也是有这个SELINE的中金的字 我觉得他这一次出的这个墨镜我很喜欢 因为我之前有买他们就是黑色的那一款 就是旁边是有logo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看到他有出像这样子的 他非常的复古 是金边的 然后他另外的话还有银边 不懂的SELINE的感觉有对到焦了 看他的这个后面的地方 他是有点 这是琥珀的感觉 镜面的话他是有点透透的 他不是全黑的 那我来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这么时髦啊 我的天呐 其实他应该已经出一阵子啦 只是刚好去日本的时候就问他有没有 然后我就买了 搭配这种金色的饰品 就非常的好看 再来的话 第二个SELINE是什么呢 在台湾本来就有要买 但是那个时候他刚好也是缺货 那我在日本就看到他有补货 那就是法圈 这个法圈呢他另外还有白色的 然后他是logo的字样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金色的小logo 那像这样可以绑头发随便绑起来 觉得还蛮好看的 虽然说我很少绑头发 就算你今天没有要绑头发 你把它这样稍微套在手上 我觉得也很可爱 还有四个东西呢 我都是在银座的SELINE买的 因为我觉得银座的那个Ginza 6 楼下那个SELINE的货超齐全 这是什么呢 这是SELINE的笔记本的套子 一般的他有扣子的那一种 里面可以换内页 他这个比较不一样 我是用了自己的书把它套进去了 里面就是长这样 对你可以放一些卡 有这个内称 他这边也是有一点烫金的logo 实感很好 虽然我不一定会用 但就会觉得他好像很适合放在家里 就觉得很可爱 再来的话我们来介绍这个好了 对也是刚好就是放在他们的窝里柜里面 这个是一个收纳 刚刚那个笔记本的话 应该大概一万五左右吧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万七左右 他有点像是比较硬壳的化妆包 那这一次我其实去日本买了蛮多的化妆包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多那种化妆品啊 保养品 比如说我们要出国或者要出去玩的时候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袋子可以装 对你又不可能全部把它塞在一起 我个人是喜欢老花啦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老气 那因为我觉得老花系列它是比较不容易退流行 如果说今天过了五年十年后 它可能还不会让你觉得它非常的季节快 所以我觉得老花还是会有一种经典的感觉 重点是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照顾我的东西的人 那如果说是像这样子的老花 你在使用上就算它越来越旧 你可能会觉得它很有你自己的味道 里面的话它就是长这样 就是一个硬壳 然后里面是布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干嘛的 还是它就是这样子 它应该有个功能吧 我不知道 可以放一些你的化妆品 你想要让它直立站着的那种 像是指甲油啊那些都可以放 它的容量感觉是蛮大的 有点硬度的 所以如果你放在行李箱里面 它也不容易会把你的东西压坏 接下来呢再来开箱一个就是 我一直很想要 但是台湾没有进 我朋友就去了国外的时候 我还请他帮我看一下 但是他刚好没有买到 我就在银座的那一个 Ginza Sis楼下的Seline 买到这个东西 那么是这样光看它乱去就觉得很可爱了 它是什么东西你们猜得到吗 其实它非常的实用 你看它旁边会有一个像这样的扣子 它就是打开非常的有仪式感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打开 它是一个装饰品的 你看 它这里面啊 它是有点绒布 搭配就是皮革 所以它的质感非常的好 外面是这样老花的材质 很像是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的大小 这边有可以让你放放你的戒指 还有二环的地方 去旅行的时候啊戒指放上去 因为我个人是很多戒指的人 所以如果说出去的时候啊 我都要把那个戒指全部都塞在一起 但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需要这样子 让它全部挤在一起了 再多放几个 再把它这样扣起来 看你的戒指 戒指有加了 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把它这样 一个一个这样分开的 你就知道害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就是放很多个 耳环就像这样 我找不到我的耳环啊 耳环 直接这样穿进去 那时候在买的时候啊 那个店员还问我说 你是要送人的吗 可能想说我怎么一次买了四个东西 我说啊没有 我是自己要用的 它就可以像这样放 放你自己的耳环 还有试体 它这边会有两块布 帮你这样遮住 就不会磨损 这里的话也是两个小袋子 就不会你有一些 像手链啊 可以这样放进去 而且它有蛮多的 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袋子 那另外一个袋子啊 你也是可以放其实说 大一点的饰品 放进去 这样子好像大概 这个包包大概2万 觉得其实还不错耶 功能性蛮强 这边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拉链袋 拉链袋的话你看你可以 好 那这样这样子 再把它说起来 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吗 它这边还是有给你一些这个扣环 那扣环的地方你就 可以让它是比较蓬的 就不会压到你的饰品 是不是超可爱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但我个人是非常满意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找的 它很类似化妆包 因为它就是一个收纳 就可以让我分类我的饰品 因为不然我每次饰品出去出去玩的时候 我都只能装在塑胶袋里面 那这样子 就会让你的饰品有一个家 有一个归宿 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再把它一摊开也不会不见 真的很推荐这个东西耶 你们去日本的时候可以去看哦 最后一个Celine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买它 大家应该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呢 你们一定猜不到 来 我要揭晓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这次去 就是算是买的比较疯的一个东西 就是基本上我不会用它 但是它看的时候心情很好 我买回来好像也都还没有拆开过 刚刚要拍片的时候我才拆的 我有点忘记我买了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扑克牌 你看这个扑克牌有多可爱 我都没有拿出来过耶 它现在整个窗盘拿的 有没有人会拿啊 还是其实大部分人不会拿 我觉得我拿不出来耶 所以就算了 好啦 还是拿出来好 好 拿出来的 扑克牌 其实它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它就是扑克牌 旁边是这样的金边 你也不可能真的拿来用吧 应该会舍不得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 就是扑克牌 它有黑色的一副 跟白色的一副 太亮了吧 色光泽 你有看到吗 它在旁边有多亮 这副是白色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我不是因为扑克牌而买的 我是因为另外一个东西 好奢华喔 我觉得 它最可爱的地方是这支笔耶 其实我是为了这支笔而买了这一本 它的这个笔 它是一支铅笔 它是一支铅笔 黑色的笔身 很可爱耶 这舍得用吗 这 再一个它的 便条纸 它也是烫青的便条纸 它里面就像这样 这说实在我可能也不会写啦 就是偶尔来翻翻它 这样 有时候买东西 并不是因为可能 你需要用到它 只是因为你想要拥有它 对 买精品可能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女生买东西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什么 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 你就只是因为我好想拥有它 那个包包好可爱 就算你的包包已经有10个了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 哇那包包好可爱 我好想要拥有 而且它最可爱的是 它就是扑克牌跟笔记本笔 装在一个小袋子里 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 可爱了吧 我想要 它摸起来又很有这个分量感 它也很像一个小的笔记本 所以我就买了 再来的话是LV 我在店里几乎都是看到台湾人 我有去银座的通乌百货 里面的LV货其实也蛮齐全的 比如说在台湾需要预定的箱子 那边就是很多现货 我就有看到有一款 就有点像珠宝盒的那种箱子 那在台湾大概要订一年多才才会到 刚好他们里面就有现货 他就给我看超级可爱 他就是一个箱子放进一个箱子里面 那他们的定价大概是四十几万台币吧 台湾的话 应该会再更贵 不知道 那因为他真的价格太高了 所以我就只是看看而已 那我这次去日本买了什么 LV也是一样买了化妆包 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要买大一点 可是他拿大一点的给我看的时候 他因为他还有另外一款翻盖的 我觉得太大了 我想要买一个可以放在包包里 比较方便的化妆包 那这个他就是实用了 里面的皮革也非常的好 那这样子的大小 因为他又有一点窄的感觉 是很适合放在包包里面 不过的话在日本买就是一万四一万五吧 那台湾的话我是不知道多少钱 那些就是我这次去日本买的那些专柜的东西 再来的话就是要介绍我去在关山逛街 它是一个卖Vintage的地方 卖中古的二手店 我觉得他的东西就是感觉蛮多的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去 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好像是在做活动 所以那天的货非常的齐全 我就在那里买了 这个是Celine的包包 年代非常的久远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会出这种有点复古款的包包 那在外面看起来虽然说有一点刮痕 但是我觉得这种包包有点刮痕 我是可以接受的 他的五金的部分都还是很亮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提着拎着 对或者是你要有点这样背着 基本上就是你可能要穿有点小正式或是复古的 会很适合这个包包 那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活色啊 焦糖色啊咖啡色系的 这个才台币一万多而已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的话他其实也是有一点使用的痕迹 但拉链是没有什么问题 里面有一个内袋 这边 里面还有一层 这边也是有两个小袋子 在外观看起来也是看起来蛮新的 那这种包包本来就是想要他有一点味道嘛 我很喜欢他这边的扣环的设计 接下来呢是要介绍我这次唯一在日本买的香奈儿 它是一个腰包 那我觉得当初看上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颜色很特别 那这个颜色的话它是有点像是咖啡 偏带一点红 咖啡的有一点红棕的感觉 那看起来的话搭金色就会非常的复古 重点是它的筋没有什么使用的痕迹 还有它的腰带上面的烫筋也都还在 所以看起来是我觉得蛮新的 这个的话台币大概五六万吧 它里面有两个袋子 两个内袋 看起来很新 这个其实它腰尾有点小 我会觉得如果说我今天变胖的话 我可能没有任何袋子 给大家看 它这个 应该可能要再去多打一个洞 我现在已经用到最后面了 它就是大概像这样 你看到吗 所以你看它已经没有空间了 如果算再胖一点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后来啊 我就发现 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用这个包包 我觉得我真的太天才 因为这个包包啊 它这个皮带是可以臭掉的 你可以再用你自己的皮带 我就发现了 我自己的LV的包包 之前会有一个这个金色的袋子 它居然可以用在刚刚那个香袋上面 是不是真的很聪明啊我 这条链子还蛮有份量的 它就可以像这样 直接 后面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这样穿进去 它就变成了一个 鞋背的包包 你们看 它变成一个鞋背的小包包 是不是很不错哦 我怎么那么聪明啊 它现在又变成 它又可以就是当腰包 但是它又可以当这种鞋背的小包 看一下我的手机 是放得下去的哦 如果把这个袋子拿掉 它是可以 可以装到 所以好像也没那么沸腾啊 它装了手机 旁边还可以装一些口红 我还蛮满意的 自己让它找到了商品的出口 这次我在代官山那家中古店啊 就是买了两个Celine 一个呢就是这个嘛 我刚刚有介绍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化妆包 又是化妆包 这个化妆包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这个鸭纹就是老花 重点是它的内带的话 它是皮革的 感觉非常的有质感 那跟一般的化妆包 比较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漱口的包包 它这个Celine 它的logo在这 也是这样皮革 它里面这样子的皮革 我觉得摸起来出感很好 而且也没有什么使用的痕迹 这个很便宜 大概才五六千吧 这次的包包就是这次在代官山买的 我觉得很适合去那里挖宝 然后它也会有些饰品啊 耳环啊 复古的那种Vintage的 我觉得都很好看 这次的介绍就这样子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